有很多工作沒有話說就是會被時代淘汰掉 你大概可以想像到現在有很多工作也快被淘汰了 被AI淘汰例如說 但是在歷史上有這麼幾張 你看你如果看螢幕的話有幾張照片 這幾張照片就是曾經被淘汰掉的一些工作 那蠻有趣的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 英偉其讀 所以這第一張照片呢 你看得出來是一大堆人在擺什麼 擺保齡球瓶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破題一下 保齡球瓶以前是人力在擺的 那現在當然是沒有的全部都靠機器來的 那第二張照片看起來像是一個人在點什麼 點那個街燈 所以以前是用瓦斯來燃 就或者是燃煤吧我也不知道 來點街燈的 所以以前的會需要人力 Manual labor去做這件事情 那第三個呢 你可能看不出來 這就是一個女生站在一個門口 事實上他是電梯操作員 OK 然後最後一個 這三個男人戴著個帽子 手上抓了一些有趣的工具 地上還有幾個籠子 這幹嘛呢? 他們是抓老鼠的 OK 所以我們很快就來看一下 這邊我們來一起分享的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文章 好來 所以他的內容他直接就是說 Jobs that don't exist anymore 所以不再存在的一些工作 第一個他說的就是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人類 人力來放保齡球品 所以他第一個就是說 Human Bowling Pin Setters 所以馬上我們就學到幾個有趣的字 例如說保齡球叫 Bowling Bowling 那 Bowling這個字是保齡球 那保齡球管 例如說我們去打保齡球 Let's go to a 保齡球管 因為要怎麼說呢 那個管那個字啊 他用的其實是保齡球道的那個字 Elly OK Elly 對不起喔 保齡球道就 Bowling Lane 馬上自己打臉 所以一條一條的球道叫做 Lane 就跟我們在馬路上開的內線道外線道的那個線道 也就叫做 Lane 同一個字 那Elly這個字比較像是巷子 好所以我們的中文的地址的翻譯 真的是把那個幾像幾弄的那個像 用 Alley這個字來做翻譯 OK Alley A-L-L-E-Y 不是A-L-L-Y 那個會變成 Ally 那個叫做同盟這樣子 所以 Bowling Alley就是保齡球管 Bowling Lane 則是一條一條的保齡球道 那保齡球平啊 就真的是 P-I-N這個字 OK Bowling Pin 那我記得裡面中間那一根叫 King Pin 如果沒記錯的話 所以 King Pin也可以延伸為就是 一個什麼犯罪首腦還是三小的 好 Anyway 所以人類的 Bowling Pin Setters 所以他的工作就是去 Set 那些 Pin 好 OK 所以就這樣 然後講了一些這個 他把那個照片的時間點 在半夜一點鐘 在這個 Subway Bowling Alley 所以的確這邊就有 Bowling Alley 似乎就要加複數呢 所以可能要加複數才行 好 OK 好然後再來這是布魯克林1910年的一張照片 好大概就這樣子 其實沒什麼大重點 然後第二個 就是那個點燈火的人 所以那個路燈就是 Street Lamp OK 所以 L-A-M-P這個字 Street Lamp 就是街燈 OK 那他是點火的人 所以 Lamplighters 叫做 So there were people who were hired to light gas lamps to maintain or maintain candle light 對不起 卡了一下 所以他們就是被請來幹嘛呢 來點亮那些 gas lamps 所以的確以前是用瓦斯 來去或者應該就沒有吧 我不知道 gas lamps 或者他們就去 maintain candle light 所以裡面就是用蠟燭來點這樣子 所以他們的工作就變得怎樣呢 就 obsolete 所以這邊其實我們講說被取代掉的工作 不存在的工作 我們用的字多半是 obsolete 那這個 obsolete我們再多強調一下一下 就是今天一個東西 他可能不是壞掉 其實這次我們以前講過 像例如說你手上可能還有iPhone 4 那iPhone 4還能不能用 你發現還可以開機 只是蘋果已經不再支援更新了 可是你說你打開裡面 這個iPhone 4裡面的計算機 你可能還是可以使用的 就可能有一些app還能夠使用 只是說他就已經沒有人在用了 所以其實 obsolete是這樣子的意思 就是沒有人在用 他不見得是壞 他跟broken是不一樣的概念 我要強調的是 所以這個工作 obsolete 你要做你還是可以做 只是沒有人付你錢了對不對 好 所以這些燈被用了電的燈了之後 Electric lamps 就不再有人使用這個 請這些人來點沒有燈了這樣子 第三個電梯操作員 所以他這張照片裡面說的是 那時候他還戴著那個口罩 所以那個時候正好有一個 influenza pandemic 所以influenza這個字順便學一下 很像influence有沒有這個字 influenza 所以有的時候我們就叫他flu而已 所以他的意思其實是流感 influenza就流感 OK 那簡稱flu 所以你說我要打流感疫苗 我們就叫他flu shot OK Flu shot 好所以那時候有一個這個 influenza epidemic 所以他就這個 所以因此剛那張照片戴著一個口罩這樣子 好 所以他說 早期的電梯基本上就是很重的一種machinery 所以machine這個字把它統稱就變成了machinery這樣子 那大部分是工業在使用 好 所以很難 所以操作起來非常的危險這樣子 我這句讀一下 so early elevators were basically heavy machinery that were mostly used for industry and were quite dangerous to handle 所以handle起來蠻危險的 所以就會請人來處理這樣子 那到後來用電 就是用自動的人當然就沒問題了 OK 所以現在電梯就被認為是很安全的一種交通的設施這樣子 so today elevators are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safest forms of transportation and are safer than escalators and stairs 所以他比手扶梯escalator 以及比樓梯stairs還要安全 因為有人走樓梯還會跌下來 坐電梯不會跌下來 跌下來的可能性還甚至比較低這樣子 OK 那現在電梯就變得到處都看得到了 所以這邊有一個字叫做隨處可見 就叫做ubiquitous OK ubiquitous 好 這句也讀一下好了 所以雖然說自動電梯是在20世紀左右 那時候被發明的 但是一直到二戰後他才變得到處都是 所以這句叫做 although the automatic elevator was invented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所以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就是19世紀轉20世紀的那個轉折點之類的 就可能是20世紀是19多多 所以18多多到19多多的時候大概是這樣子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好 然後逗點後 it didn't become ubiquitous until after world war 2 所以直到了二戰後他才變得隨處可見 好OK 第四個抓老鼠的 所以他是professional rat catcher 就rat就是街上有老鼠 一般講mouse是比較人養出來的溫和一點或之類的 所以rat就有壞壞的一點意思在裡面 甚至有一個動詞片語叫rat somebody out rat somebody out 意思就是你去把中間這個somebody啊 你去給他料杯啊 所以這個人做了個什麼事 你不要跟人家說 好好好不跟人家說 你轉頭就跟人家說 假設這個人叫Alan 所以Alan跟我說 Paul你不要跟人家講我的秘密 我做了一個什麼什麼事情 你別說 我說我答應他好我答應你不要講 結果我轉頭就把Alan出賣了 所以這句叫做 I rat Alan out OK so if you rat out somebody 就是你把那個人的秘密給出賣掉了這樣子 他做了什麼壞事 你去給他報警 你就把他的你就把他rat out 所以rat這個字就是不是一個非常好的字說真的 所以他是professional rat catcher這些人 so was quite common quite a common profession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所以在49世紀20世紀的時候 好是一個蠻常見的一個專業這樣子 好所以這邊這邊看的是 這張照片裡面是在英國就是 然後他們說 這裡還說他們會把老鼠放在那個汽油裡面 石油裡面 來去把他身上的那個跳蚤殺掉這樣子 so they would dip the rats in buckets of petrol to kill fleas for plague control 所以這個petro就是gasoline 好就是汽油 petro 這看地方在加拿大是叫gas 所以加油站叫gas station 可是也有人叫它petro station之類的 其實我是沒有聽過 好總之他會把它進在這個buckets of petrol 來幹嘛呢 來殺掉flee 所以flee F-L-E-A這個字 就是跳蚤 OK把跳蚤殺掉 就為了來控制病蟲害 所以for plague control 所以plague這個字 就是那種病蟲害之類的意思這樣子 好所以大概這樣 最後一句有點有趣 我還是把它讀完 there have been reported cases in which rat catchers would raise rats and release them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ir pay check and job prospects 所以甚至還有據報 這些rat catcher會自己養老鼠 然後把他們放出去 就為了來增加他們的這個paycheck 增加他們的薪水 以及他們這個工作的前景這樣子 job prospects 好有這種事情 好所以這是很有趣的這個歷史照片 希望你喜歡 我是Paul我們下次見